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意见书草案 破天荒外泄 内容透露将推翻美国宪法 50年来保障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 消息震惊全美 引起激烈抗议 根据外泄的意见书内容 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认为 1973年裁定的罗素韦德案大错特错 虽然草案还不代表最终决定 但另外四位保守派大法官也持相同看法 若6月正式释线后 等同宣告美国目前22个合法堕胎的州政府 立即违法 女性能否拥有堕胎权 是美国社会半世纪以来最分裂的议题之一 根据皮尤民调机构2021年的调查 59%的美国成人支持堕胎权 只有39%的人认为堕胎是非法行为 由于目前阵逢其中选举初选 堕胎权也变成攻防主战场 民主党痛批女权和隐私权倒退 共和党则追究最高法院泄密风暴 民主共和两党火力全开 就怕堕胎权议题激化对方民意 撼动选情 近新闻 洛莹王竹英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